以前那些人是沒有iPhone、沒有電話的 就用這些 你可以進去的 進去看看 是不是很可愛 有些緊急事 電話沒有電的 就可以用小子打電話 對呀這個Train 這個Train就可以很快一個小時去到英國 我們去了荷蘭 然後我們去了法國 然後我們現在去英國 然後很開心 好了 我們很開心 完成了荷蘭開車到法國的自駕遊 非常開心 亦都經歷了很多東西 開車去玩真的不同 亦都是方便一點 舒服一點 尤其是親子 自駕遊是非常適合的 因為小朋友都帶了比較多東西 如果所有的奶車一上一落就方便很多 我們現在準備坐這個Train 去英國 我們去英國就有約朋友去玩 我想去唐人街 我很想吃飯 吃這個燒美飯 有人介紹去這間三宿 但是就要排很久很久的 排很久很久的 就是韓燒 是不是 你需要吃韓燒 對呀 Kyle最喜歡吃韓燒 然後又想去Outlet 我們要去Shopping 武具的巴士 為什麼你想坐呢 因為全部都是武具 所以喜歡坐 下次再見 拜拜 Kyle 我們現在去做什麼 我們現在去武蓋巴士 我們現在來到倫敦 6時起的 因為我平時很早和他一起睡 我睡8個小時就夠了 然後 今天一看到這麼好天氣 馬上預約 沒有過巴士 因為其實Kyle很喜歡坐巴士 然後他是從荷蘭到法國 都很想很想坐 但一直都沒有機會坐 那去到倫敦 然後要坐London Bus 我覺得很興奮 紅色的巴士是很棒的 還有我找到一個地方 是London Transport Museum 那裡全部都是巴士 那些交通工具 我希望他會喜歡 以前那些人 沒有iPhone 沒有電話 就用這些 你可以進去的 進去看看 那些人就進銀仔 然後打 是不是很有趣 這個 有些緊急事 人家沒有電的 就可以進銀仔打電話 OK Kyle 我們兩個 我們兩個 後面這裡 是嗎 這裡 你終於坐到了 是 可以吃東西的 可以的 可以吃東西 可以喝東西的 我們出發 很興奮 Kyle 可以吃東西 可以喝東西 我們全程有45分鐘 還會有人去講解 今天天氣很好 真是天功造美 我們待會帶大家看看 這45分鐘是看好什麼 我們今天就來這裡吃生牛肉 Tataki 因為你聽到食評 有很多人說很好吃 我們今天就來吃這個 不知道是不是米芝蓮 但肯定是其中一間好吃的日本餐廳 嗯 嗯 嗯 都是豉油 好吃 好 今天就要說一下 今次去一個這麼長途的旅程 帶著一個三歲的小朋友 有什麼法寶 首先呢 就要說一下我兒子的背包 我覺得這個是慢用的 真的 但是那個Variation其實也很多 首先呢 就是一包糖 糖呢 可以在必要時候哄到它 還有有時候 自駕油 駕車的時候 是需要一些零食 坐飛機也有零食 去分散它的注意力 媽媽去找路 或者做其他東西 Research的時候 在找東西的時候 這個也可以說下去 另外就是玩具 我們有住過Airbnb 然後呢 它又很悶 你沒理由放題電視 這樣就要帶著一些玩具 首先呢 其中一個就是Puzzle 為什麼會選Puzzle呢 因為Puzzle 它花的時間長一點 也可以鍛鍊到它的專注力 第二 就是貼紙寶 貼紙寶 都是會用得上一些的時間 當然大家可以選一些 小本一點的貼紙寶 最重要是它喜歡的卡通 每個小朋友不一樣的 另外呢 就是這本 這個也很棒 裡面是一些 畫線 連線 畫圖 色彩 八搭的 這本 接著呢 就是 它最深愛的車 我自己的建議 不要太單一 譬如車不要只大一架 起碼有兩至三架 讓它其實可以在Play的過程 製作到一些故事 或者是再加上一些人仔 便可以有Imaginary Play 最後呢 就是Board Game 除了我們有戴Uno之外 另外呢 我們在當地也買了一盒Board Game 我覺得Pepper又細複 而且呢 又輕便 而且也是一個很花時間 也可以玩很久 吃完飯 大家休息的時間 可以玩一陣Board Game 變成我旅程都豐富了 從而呢 亦都可以增加了親子的關係 很多人都問 我和囝囝呢 坐飛機的時候 是坐什麼課程 我們是坐Economical課程的 人們就說 為何不升級 去到其他課程 首先現在機票是非常貴的 第二 我的囝囝呢 睡覺是想黏著的 你想想 如果升級到一個床 其實呢 小朋友來說 我覺得是浪費錢的 因為呢 他也是迫著你睡 他就享用不到 所以就寧願坐Econom Econom其實 他的Lake Room也很大 另外我就加一樣的法寶 這個東西好像梅菜一樣 其實不是梅菜 這個呢 就是延長了自大Lake Room 這個呢 是砰一個大的氣 然後扭扭扭扭扭扭 然後呢 扭幾轉呢 就可以慢慢砰上去 砰上去 你就塞到腳底那裡 變了你就可以有長一點的Lake Room 小朋友就直接可以躺平地睡 但是呢 不要以為呢 只是小朋友是Benefit到 因為呢 我一乘飛機呢 我自己呢 腳呢 挖過去浪上去 都舒服很多 但另一件事要提醒大家 這個東西呢 其實呢 有些航空公司它是Band Band的意思呢 它不是不讓你戴上機 而是你一定要坐Window Seat的時候 先開用這個東西 你不可以說你是坐中間 或是坐外面的位置 用這個東西 因為呢 是有一個安全性的問題 如果你裡面那個人 突然之間 發生一些空中的問題 他是走不及的 所以呢 他一看到呢 他就告訴你 你不可以放在裡面了 還有呢 你會看到呢 其實是很小 這個這個袋 其實放在半廊已經夠了 最後啦 去旅行當然要安心的 那除了帶一堆藥 我們一定會是 配定小朋友藥 感冒 咳 傷風 肚痛 雲朗 所以我每一次帶他出去 我都要帶另一批藥 好了 另外呢 最重要的關鍵就是 保險 一定要買保險 尤其是自隔油裡面 一定要買一份呢 是可以 cover到你的車的佔底費的保險 那這個是一個旅遊保險來的 你租車的時候呢 其實他未必會包你墊底費 或者你額外加錢 那如果買一份旅遊保險 本身已經是有墊底費的話呢 其實就已經是很方便啦 一次過去搞定了 買完之後呢 其實你都會見到 他裡面呢 有的coverage 出了一份 他就會email給你 然後呢 然後呢 就搞定了 那另外這裡呢 我也提供了我的一個優惠碼 希望呢 將來大家去旅行呢 大家都可以去得安安心心啦